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劳动局今在脸书上针对劳动基准法修正草案提出意见时,表示因斟酌言易可落实周休二日的相应政策,才能真正平衡劳工的工作与休息,并且提出五点意见。 根据脸书劳动台北,台北市劳动局对劳基法修正草案提出五点修法意见,分别是以价质量消失后应有替代政策,不利于降低粘度总工时,全行业降低轮班间隔至八小时,恐危及劳工健康与公共安全,劳资会议监督无法则,形势大于实质,劳动条件变更送地方政府被查无效且需耗人力。 北市劳动局认为,此次修正草案要删除休息日出,请你置工时,座椅给四将导致以价质量的效果消失。 另外,对于调整轮班间隔至最低八小时,台北市劳动局表示,此举将使劳工休息以及可运用的时间降低,更有可能危及公共安全。 北市劳动局表示,一劳动部105年劳工生活及就业状况调查显示,劳工近一年有加班占44%,2%平均每月延长工时为18。 8小时并没有达到现行规定的每月46小时上限,而企业要求放宽每月加班工时上限,在缺乏相关数据的阻证下,如果调高加班上限至每月54小时,不利于降低年度明目总工时。 至于草案中以工会或劳资会议同意的机制。 1. 现行的情况 台北市劳动局认为,事业单位的劳资会议多数形式大于实质,多数劳方代表无否决权,劳方代表身份保护不足,劳资会议同意权有效期也无限制,更缺少罚则规范,个别劳工对劳动条件变更也无否决权,都不利于劳工权益。 台北市劳动局针对被查表示,仅是通知性职并无行政机关转播权,此举将途增行政程序需耗人力,确无保障劳工实质效益。